樂壇小天后閻明熙自從爆出若滿離開無線 被釘入雪櫃的傳聞後事件不斷發酵 日前她在社交網公開簽字文向公司表達初心不便 昨天終於出席公開活動首度回應被說的說法 對於雪藏一事加上日前奪得優秀流行歌手大獎 未得到無線安排出席攀獎典禮她就笑著說 至於活動中未見無線派採訪隊到場 她就覺得可能是當期問題 提到所屬組合afterclass的三位成員在7月開場 而她沒有份她便稱是三位成員早前忙著考試 所以公司才安排演唱會給她們跟粉絲聚會 問到她會否到場她便帶了關子畫 如果到時候大家見到我的話便歡呼 Gigi言下之意即將會消失多一段時間 據知7月1號在馬場舉行的活動 Gigi本來有份演出 不過突然間又被除名 似乎她的自救行動還未成功 提東套務司的捉約問題 Gigi就說仍然在談緊 簽不簽約就屬於私人問題不方便透露 不過她覺得做人要有原則 不忘初心和要懂得感恩 但長大了便自然有新體會 我大後才發現有些事沒有自己想的那麼簡單 亦有些事是沒有想像之中的複雜 要用自己的技巧去負責所有事 自己都會有自己的偶像 想她嘗試 Gigi就直言說有跟無線反應的想法 亦得到支持 同時多謝無線的幫忙 令她擁有知名度和粉絲 至於續約的成數有多少 她依然鼻重就輕地說 我希望我們可以一直保持一個 因為我一直都是希望大家可以 然後一直會開心 然後一直就 因為我是很擔心那些大家不開心的事 我又會談過很多事 因為我現在接觸的事真的好事 我也不知道自己最不想要的是哪些事 所以有時候可能沒有做音樂的時候 因為我說 Gigi你今次想做什麼方向的音樂 其實我也是回答不出來 那我就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麼 不要緊 說實際 分析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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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